请我们同心低头和一同祈祷 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 给你宝贵为以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 求你借着离希米的信息 带给我们复兴 更加给我们有从你以来的智慧勇气 去面对我们人生种种的矛盾 面临教会的復兴求你更加使用我们 多谢你 奉耶稣基督明求 阿们 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离希米的信息 Dr.Paul Brandt是美国一个很出名的骨科医生 他也是对一个麻风病或者是无痛症的病症 是数人研究的 他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做骨科教授 也是世界卫生署的名誉顾问 曾经拿过很多奖 其中包括Albert Lasker Award 他有一个虔誠基督徒曾经在印度里面 在贫民区里面帮麻风病人 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非常有趣的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Pain the Gift Nobody Wants 痛是不为人所渴望的一个宝贝 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故事 有一个小孩叫Tanya 是四岁 他妈妈有一次带他来见他 这个小孩眼大大 非常脆智 事上面大笑容 当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发觉他的脚 是填满膠布的 还有些血水淋出 非常恐怖 有些伤口滲出血水 奇怪呢 这个女孩一端不觉得痛 仍然很开心 满不在乎 觉得这些痛 流血完全不困扰他 当我看他检查的时候 发觉他的脚可以轮来轮去 180度的轮来轮去 更加奇怪的 他的脚盐根本上已经脱掉了 但是他不以为意 甚至自己走去搅着脚拎一下 然后在那里笑 好像一点都不痛一样 当我拆开沙布来看看的时候 吓了我一条 原来里面全部发现 是见骨的 伤口非常深 他妈妈开始告诉我他的故事 起初Tanya小时候 他一切都很正常 不过他有一个特点 重哭 整天笑口常常常开 到他十八个月大的时候 妈妈就把他放在playpan里 在那里玩 妈妈就在厨房里做工 突然间听见Tanya大笑 妈妈当然找到一些很好玩的东西 所以笑得这么开心 然后出去看看究竟他在玩什么 不见就由是可 一见的时候吓了一条 他的手指在流血 他用他流血的手指在playpan里画公仔 然后会说 什么事 你不觉得痛吗 他人就看着妈妈 然后大力咬她的手 流了那么多的血 然后笑着画画 妈妈觉得很怕 然后趕快告诉她 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会痛 但他一点都不觉得妈妈所说的说话 他不懂得保护自己 只有他事上咬自己 甚至用手放在火里面 因为他觉得放在火里面或者咬的时候 手里面有一些麻痹的感觉 他觉得很享受这种感觉 以至他遍体淪伤 到处都发现 以后日子里面就像各地狱的生活一样 有一天他丈夫对他妈妈说 为什么你和我生了一个怪物 她是一个怪物 之后他就走了 剩下两个母女在哀苦 事实上Tanya不是一个怪物 他除了不懂得痛之外 他一切都是正常 Tanya原来患了一种罕见的病 这个病名英文叫Congenital Indifference to Pain 天生不同症 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 超过几百万人有这个病 除了天生不痛症之外 另外如果糖尿病到了advanced age 在很严重的地步的时候 也影响到他不懂得痛 麻疯病也是另外一种病 不懂得痛 七年之后 我收到Tanya的妈妈的电话 她告诉她Tanya已经铁了两只脚 全部手指都铁了 两母女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 原来一个人不痛 不是一个福气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天生不痛症 麻疯病 或者糖尿病 是好像把一个人身体的防卫系统拿走 原来痛就好像一个防卫军一样 一个不懂得痛的人 就是一个不设防的身体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很可惜 今天我们痛的时候 有多少人痛的时候 有多少人说 感谢神 我可以痛呢 但事实上 你想一想 你能够痛 是上帝给你很大很大的恩典 如果我们说肉身的痛 有这么大的益处 心灵的痛楚 起碼更加重要 正如每一个人的肉身里面有痛楚 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也有痛楚 当我们在人生里面遇到苦难 遇到挫折 遇到痛楚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勇往直前 能不能够永远不会忘记 不会放弃 我常常觉得人生里面痛是无可避免 问题是我们怎么看的 Barbara Johnson是一个很出色的美国女作家 她说了一句说话 帮了我一生很大 这句说话是怎样的说法呢 她说痛是无可避免 苦是你和我的选择 英文说 pain is inevitable misery is optional 人生里面一定有各种不同的痛楚 无论是肉体的痛楚 或者是心灵里面的痛楚 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一定有很多令我们很不开心 令我们有很多忧虑的事情 我们看一看Barbara Johnson 她第一个儿子 刚刚在越战的时候被召入当兵 她到了越南不够几个星期就立刻被人打死 一个年轻人刚刚到战场就是被打死 她第二个儿子不无正义 沦为流浪汉 后来转转到阿拉斯加的地方 有一次她在电邮站 认识了一个弟兄 这个弟兄见她无家可归 就带她回家 在家里面她有个茶经班 她透过这个茶经班信了耶稣 这个弟兄帮她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她开始稳定她的生活 她开始改变 她开始回到主耶稣那里 她就打电话给她爸爸妈妈说 我不同了 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 她说我决定回到加州去探望你们 爸爸妈妈多开心 隔了一个星期收到电话 你儿子在五号公路开车的时候 被一个醉走的货车司机撞死了 第二个儿子就是这样死了 第三个儿子被发觉是一个同性恋的人士 和爸爸妈妈大炒一轮 就离家出走 宣布脱离关系 她的丈夫在一次开车里面失事 受了重伤 交了两个月 她发现自己患了老癌 是念风马 也需要大半年的医治 一个这样的女人 没有了两个儿子 没有了三个儿子 第三个好像没有了一样 丈夫重伤 自己重病 她有很多理由可以是埋怨 她有很多理由是令她抑郁 但并没有因为这些痛楚叫她出局 反而叫她更刚强 更勇敢 更热爱收命 她写出来的书帮了千千万万的人 这一句名句说痛是无可避免 苦是你和我的抉择 可惜很多人 当遇到挫折的时候 当遇到苦难的时候 当遇到疾病的时候 当遇到很多很不如意的时候 她扎起拳头说 上帝你是搞什么 她不单止自己痛苦 令到她周围的家人都很不开心 都很痛苦 但她人生这样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有些人有这么大的生命力 可以能够忍住这些痛楚 令到她人生里面活得精彩 为什么有些人遇到少少挫折又一生苦劫 保罗说的说话很好 有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 显面莫大的能力 不是出于我们 而是出于神 莫大这个字 希腊文叫Huppermone 如果我们译到中文 用广东话 这个翻译就正确 硬定 在我们的瓦器里面 我们只不过都是瓦器 很容易烂的 很脆弱的 但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的时候 就是一种生命力 虽千万人不枉意 虽崎嶇路我们仍然勇往直前 虽然是风雨交加的地方 我们仍然坚守我们的岗位 这种生命力是每一个人 尤其是做领袖的人 永远不能够缺少的 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尼希米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尼希米就是一个这样的领袖 痛是难我 无可避免 但是 是否这些痛令你完全放弃 或者我们来看看尼希米 为什么我们说尼希米是一个 了不起 拥有这种生命力的人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节到第三节 尼希米记第四章一至第三节 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 就发弄大大老行 嘲笑犹太人 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 这些隐约的犹太人做什么呢 要保护自己吗 要献制吗 要一日成功吗 要从土地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 阿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 你们所修的石墙 就是狐狸上去也必知道 当他们开始捉这个城墙 当他们回到乡下的地方 看到那个长毛败雅 一片荒凉 他们开始重造这个城墙的时候 我们看到 立即就有人反对 有人拦了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攻击 第三章就告诉他们 犹太人虽然不多 但竟然他们做得不错 有成绩 就因为他们成功 有成绩 所以敌人就来反对了 我们可以这样说 当我们想去做一些东西 当我们做到有少少成效的时候 我可以担保你一件事 你一定会有挫折的 你一定会有困难的 一定会有人在反对的 因为撒旦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撒旦就说 这个不用理他了 如果你是想为上帝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撒旦一定不会放过我们 更加令人自信 在反对的声音里面 竟然是有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 他们出来去攻击犹太人 攻击什么呢 给尼希米一些什么的痛楚呢 你看清楚很厉害 第一 痴笑 痴笑人看 第二节 对他的弟兄撒玛利亚的军兵说 这些软弱的犹太人 作什么呢 要保护自己吗 要宪制吗 要一日成功吗 要用土里拿出火烧的石头立场吗 撒旦第一个杀手 就是打击我们的信心 他告诉你 你看看你的样子 没用 你是一些软弱的犹太人 你以为你可以做到大事吗 你以为你要保护吗 你以为你一日可以建成墙 你以为在土堵里拿一些石头 烧一些石头就可以做 你发梦吧 第四节说 我们被藐视 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 常常见这些情况出现 有些人跟我说 牧师不要找我做事 我没用了 我年纪大了 我什么都不做到 你是中了撒旦的诡计 有些人说 我都做了久了 有什么用呢 做来做什么呢 你又中了撒旦的诡计 有些人说 我休息了 我不再参与侍奉了 我何德何能 我不行 我做不得侍奉 我没有恩赐 我又老 我又软弱 我能够为教会做什么 这个是撒旦攻击我们 叫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多软弱 看看我们自己是多没用 你有什么能力 有时我自己想 我1969年 在香港大学毕业 在我们团契里面 在基督徒团契里面 在毕业里面 有很多很聪明的人 很爱主 很聪明的人 我自己想一下 为什么上帝不减少那些人 去做传道人 减少我这个去做呢 后来我去神学院读书 看到有些同学 这个哈佛毕业 这个Princeton毕业 我先生 Dr.Wentill 去讲解神学院读书 我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于是我说 阿长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他说你劲力一点 谁都知道 要不去说 开始心底里面这样说法 你没用了 你都不知道能不能够业 你知道能不能够 有一天我去祖会 听到一个老师说到 他说一句说话 这句说话 挂醒了我 如果神是呼召你 他一定给你有足够的能力 时间 去完成 他要你完成 你需要看你自己 就是这句说话 我不会放弃 而更加上帝的恩典 我不单可以毕业 而且毕业 学校给我一个奖学金继续去读 那问题在哪里 我们只不过是瓦器 瓦器这个词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我们是瓦器 另外一次是在提摩太后书 大户人家有些金器 银器 有瓦器 瓦器是一些悲賤 我们都在这些卑賤 我们都在这些软弱的人 我们没有错 人家说你没用 没错我们没用 就算我这么没用 上帝都仍然是使用 有宝贝放在我瓦器里面 人家就显明磨大的能力 我回香港的时候 和我爱母一起住 爱母九十多岁 她时常有一句说话 我没用了 我不行了 我就告诉她 妈妈 你如果再说没用 每说一个没用的字 我罚你五元 看看一天可以赚好我多少钱 她就不敢再说了 当我们说我们自己没用 即是说上帝没用 圣经讲多明说 是有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 是显出莫大的能力 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 看小我们 第二类的痛楚是什么 恐惧 将恐惧放在犹太人的心底里面 叫他们却步 你看第二章第十九节 但和伦人参巴拉 并围怒的阿门人多比亚 和阿拉伯人几善 听见就欺笑我们 藐视我们说 你们作什么呢 要背叛王吗 哇 这些敌人很厉害 一方面贬低我们 一方面看小我们 你要起场吗 那些狐狸 肉肉弄了一条尾 都已经弄了你的墙 有什么那么厉害 他不单止 是看小我们 他更加恐吓我们 他怎么说 你们要背叛王吗 这个王是波斯王 你们要作反 你要搞独立 你说犹独 你们大胆 竟然之间搞独立 搞革命 这些恐惧放在人心底里面 而另一种恐惧更加厉害 就是用武力更暴力的第八节 大家同谋要攻击耶路撒冷 使城内妖乱 但是沙丹最厉害的武器 就是把恐惧放在你和我心底里面 怕 不要做了 怕 怕失败 怕得罪人 怕失去了我们的东西 怕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安稳 怕失去我们的安定 于是我们就不投身 这个恐惧 难怪 保罗每次写信的时候 都是愿平安归于你们 这个安全感 沙丹往往要拿走我们的安全感 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教会搞那么多事情干什么 搞那么多事情浪费 他给一个恐惧 给一个不安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活在一个恐惧当中 自卑恐惧 是撒旦的两大杀手 会不会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家庭里面 在教会里面 都是这样 会在恐惧当中 在自卑当中 不过 这两个都不是最大杀手 都不是最大的痛楚 我们看看第十节 那个痛楚就更加大 犹大人说灰土尚多 江台的人气力已经衰败 我们不能再造成长 最大的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 是来自自己人 这里所说的犹大人 不是说犹太人 是犹大人 犹大人是十二派支派里面最强的一派 是以色列人的领袖 是这些的领袖 是这些最坚固的人 他出来说话了 他说什么呢 灰土尚多 江台的人气力已经衰败 但是我们不能再造成长 他不是看上面 他不是看下面 哇 还有这么多东西 哇 我怎么做得起 起历大 好像有时候我读书的时候 哇 还有这么多书未读 我怎么读得起 哎 不读了 去睡觉了 一模一样 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 哇 有这么多功课做 不如不做了 哇 这么多东西不如不做了 灰土尚多 江台的人气力已经衰退 我们不能再造成长 他们是看下面 不是看上面 他看自己的气力 不是看上帝的气力 我们不能够再造成长 就是他们的结论 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失败 灌土而废 我们不会坚忍 我们失去我们的生命力 我们失去我们自己的方向 尤其是做领袖 当我们听到这些撥烂水 失去了战斗力的时候 哎 算了 别做了 忧了 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 活在一个这样的境况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被人威胁 以至我们放弃 很多时候在内空 以至我们不能够看清楚我们的目标 我经常觉得一样东西 很多年前 这个AT&T的Baseball 那个Ball Park 还没建立的时候 你猜那些建了Ball Park的人 第一样做什么呢 他什么都不做 是这幅很大很大的图画 画出了那个波帕 完成之后是什么样子 每个进去做个地盘做工的人 还没进去之前 都看看完成的作品是什么 然后才进去做 为什么会这样做 原因很简单 他之所以这样去做 是有目标 有方向 是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时候 他就说 不怕我们快点做 如果你没有了目标 一看 还有这么多 还有烂地一片 我怎么做 我做也做不到 于是你就会灰心 你会喪止 做工程 第一样东西需要 你需要一个目标 你没有一个目标的时候 然后你发觉到 渐渐你就会失去方向 有一次我发觉 我的后一 乘草繁生 哇 乱了大路 我一看 我用了多久才能做好 我想到一个方法 我将我的后一分成十段 每段我就划了 我说这个星期做这些段 我不看其他 没有眼看 只是做这些段 做完这些段 我再看 第三 我再看 我发觉 行啊 你有一个目标 一步一步去 我想回我以前游泳 在香港浅水湾游泳 我要练自己练气 浅水湾 沙滩有六个浮台 我本来想一口气游多几次 我发觉不行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我不要游这么多 我只是游到第一个浮台 我都可以 我不想那一个浮台 我第二个浮台 第三个浮台 One step at a time 那我就可以游得很远 因为有目标 在工程如何 神的工程一样是 今天教会如果没有了这个异象 教会没有了这个目标 做人没有了目标的时候 你发觉你做人很容易沮丧 很容易失去 你做人有没有目标 如果我在到处走的时候 宋墓水在哪里 不知道 见步行步 你会觉得我瘋了 但是今天有很多人是这样 很多教会是这样 不知道人生做什么 工程如何 我就想到工程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进展 就是金门桥 如果你看一下金门桥如何建造的时候 你会领到很多很有趣的经验 金门桥初初开始做的时候 工程慢到难以想象 慢得很紧要 非常非常缓慢 好像一点进展都没有 原因何在呢? 因为工人没有安全感 试过几个工人 因为在两个桥等下面 一跌下去的时候 就没命 尸体都找不到 因为水流很急 两座东间去做一个吊桥 不是容易一件事 很多工人整理一下 跌下去的时候 所以工人就害怕了 没有安全感了 所以要小心心 没有多少人想去 以至工程进展得非常缓慢 突然间有个工程想到一个方法 原来他们没有安全感 所以进展那么慢 他们想到什么方法呢? 好像人家那些空中飞人 跌下来 原来有个救山网 他们就在金门桥里 弄了个救山网 弄了个救山网 那些人跌下去 就跌到救山网 然后可以回来 不死下去 就因为做了这个救山网 那些工人有了个安全感 在很快的情形之下 他们就完成了一条金门桥 因为他们有安全感 撒旦就让我们没有安全感 叫我们进展缓慢 又叫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目标 叫我们放弃 于是我们就放弃 今天我们说要复兴这个教会 今天我们说要社区活动 昨天我去Google看一个问题 你有机会去看看 很有趣 我写着三藩市有多少个福音派教会 Evangelical churches in San Francisco 大大的部队 黑中我一跳我一看 但出了一点 十个top 10 Top Evangelical churches in the Bay Area 十个最成功或者最出名的福音洋 竟然三藩市博取会 绑上有名 你觉不觉得奇怪 我想一下 为什么三藩诗波导会是top ten evangelical churches in the Bay Area 我就是说 搞错了 没可能 不仅不是十 不知道一百名之内有没有 但我会想一下 或者这是我们的目标 说他以前 我不知道做这个讨论的 是不是很多年前做 当时我们教会有五六百人 他以为是top evangelical churches 更加让我看到我们的教会需要复兴 是需要复兴 神把我们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这么多的资源 有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 有这么多的新移民 从中国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怎么能够白白的流走 这起不是我们的异仗 这起不是我们在这里更加需要投身 痛是无可避免的 当我们选择要去跟随主的脚踪 当我们选择要投身在这个复兴的运动的时候 一定会有难处 但是苦是我们的选择 你看一看 尼希米怎么去面对这些挑战 第四至十节 我们的神 求祢谁听 因为我们被藐视 求祢使我们的位旁归于他们的头上 使他们在老道之地作为略物 不要遮掩他们的罪业 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逃门 因为他们在修造人眼前 惹动你的怒气 这样我们修造成长 成长就都联络 高致一半 因为百姓专心作供 参巴拉 多比亚 阿拉伯人 阿门人 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圣场 着手进行 堵塞破裂的地方 就甚法路 他们和谋来攻击耶路撒冷圣场 扰乱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 又因他们的缘故 就派人看守 昼夜防备 你看看尼希米怎么去面对这些挑战 尼希米第一样要认清楚 尼希米就告诉他们 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 这个是上帝的工作 他们攻击不是我们 他们是攻击上帝 假如之间我们以为在建立一个教会 是建立我们自己的王国 建立我们自己的明星 建立我们播道会多厉害的时候 肯定是失败 除非我们看到这个是上帝呼召我们 是做神的工作 不是我们的王国 不是我们的权兵 不是我们的能力 不是我们的明星 而是神的工作 是完全不同 或者我们来看看 如何能够有这个生命 尼希米为什么会有呢 或者我们未看尼希米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看另外一段圣经 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至第二 因为保罗在这里说到就是尼希米所拥有正确的态度 第四章第一至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至第二 保罗说 我们既然梦怜悯 受了这几分 就不丧胆 乃将那暗梅可耻的事弃绝了 不行诡诈 不谋说神的真理 只将真理表明出来 好在神面前把自己遮与各人的良心 我们留意保罗用一个字 连次重复这个字 就不丧胆 原来丧胆这个字 希腊文叫 希腊文的字是Ekkakel 这个字是一个很有趣的字 这个字是讲到一幅图画 一个跑马拉松赛跑的人 Ekkakel的意思就是走到半路 太辛苦了 放弃了 到半路 太辛苦了 我都走了 放弃了 保罗说 我永不放弃 不丧胆就是不放弃 Ekkakel 不会失望 不会丧志 不会放弃 就好像长跑这样的选手 就算累 就算累 他都不会放弃 为什么保罗有这种生命力永不放弃 他提出两样 受了者即罚 就好像我刚才说 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目标 是将福音传给外邦人 是朝着这个目标走 尼希米同样是一个很出色的领袖 因为他很清楚一个使命 使命就是回到耶路撒里重建这个城墙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 是不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 是将这个福音带给三华士人 是不是呢 以至 尼希米可以说 我们所遭遇的难 耶路撒冷怎样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 你们都看见了 来拜我们重建耶路撒里墙 免得我们再受凌辱 尼希米对着这帮人说 我不是给你什么的杰素 不是给你什么的舒适 我给你看一看 我们现在所遭遇的难 耶路撒冷怎样荒凉 城门怎样被火焚烧 你们都看见 是不是 尼希米对着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羞辱 会不会我们今天有同样的异象 你们来看一看 睜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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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睜 有多少人仍然流落在未信主的阳外之下 上帝放我们在这个地方 豈不是将这个责任交给我们 我们看看今天三藩市八十五万人口 三十四个百分之下是亚裔人士 大约有三十万左右 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 讲广东话最中大部分 只有两个百分之下的San Francisco 是去每个主日的崇拜 你们能否看到盛墙荒凉被火焚烧 今天我们能否看到这个异象 保罗告诉你 我受了这个职份 除非你和我像保罗一样看到 受了这个职份 上帝已经给了这个使命给我 不是就是坐在那里看 这个价格也很好 不是 外面看看 这个异象是什么异象 是一场属灵的争战 第二 保罗不单说受了职份 保罗说蒙了怜悯 尼希米是一个最能够了解明白 什么叫蒙了怜悯 在整个过程里面 由他听到被火焚烧 何等荒凉 他就开始祈祷神安排波斯的皇帝 是如何为他预备去到耶路撒冷的地方重建成像 他看到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怜悯的恩典 蒙了怜悯 今天你和我如何可以去投身 除非你和我看到我们是蒙了上帝的怜悯 我自己两年前大病 我也不知道过不过那一晚 但上帝让我留在这里 今天我仍然用一把声可以说到 我觉得是一个奇迹 我自己觉得是蒙了怜悯 我就问我自己 我不是像柴狗那样说 还有几十年 我不知道还有几年 但是今天我既然蒙了怜悯的时候 我就会问在我余生里面 怎样可以侍奉身 我对着我孙 她的妈妈未生她出来的时候就去世了 她的妈妈肚子里面不知道多长时间 但是我不知道 她出生的时候全身男 要送到UCSF 我现在看回那些资料 像她这样的宝宝 能够生存的机会是10% 生存得而没有脑损坏 更加重视 我经常跟她说 Jaky You are a miracle baby 是蒙了怜悯 其实我们想想 这个只是肉身 今天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 是蒙了很大的怜悯 如果你知道你是蒙了怜悯的人 你会不会像保罗一样说 我既然受了你的职份 又蒙了怜悯 那你怎样去服务 你怎样用你的一生呢 尼熙米去看到一件事 去面对所有这些挑战痛楚的时候 他就聆听上帝的声音 不是看人的声音 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对人的声音过分的敏感 人的声音是什么 痴笑你 你就软弱了 你做得什么 你要献祭 你要一天成功 你要把那些烂石做成墙 这是人的声音 人的声音又会轻看你 激将法 那些狐狸整一条尾都整整你的墙 还以为有什么好事 人的声音会恐吓你 你要造反 搞事 人的声音是叫我们自欺欺人 灰土尚多 我们气力衰退 不能够再做了 我们就是这些这样的声音 是搞咬我们 叫我们沮丧 叫我们失败 叫我们恐惧 叫我们愤怒 叫我们放弃 你不是这样的 他对上帝的声音敏感 第四节说 叫我们的神啊 求你听我们的随陀 真是祷告 我们被藐视 被人毁谤 求你不要遮掩他们的罪恶 他不是向地下望 他向上帝望 他不是看自己是亚气 看宝贝放在亚气里面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六节说 这样我们收出圣场 圣场都要联络高智一半 因为百姓出来工作 这个就是结果 今天我们教的怎么样 我们怎样能够在这里做光做弦 我们是不是已经受了这个职份 梦了联文 看到这个异象 重建这个城墙 不是为了我们的命 不是为了要建立什么教会 不是 是为了上帝的角度 求主帮助我们 请我们同心低头和同意祈祷 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 给离希米的信息 去挑望我们 我们既受了这职份 有梦了联文 又叫我们能够投身 去依靠相信你 我们认识到在世上 痛是无可避免 苦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叫我们不是向下望 不是看自己 而是看你 祝福引力我们 叫我们永不放弃 我们为每一个弟兄姊妹交着主的手中 无论是从你领受来的异象 或者是我们个人里面 经历任何的挑战 都被我们能够不要失去信心 勇往直前 永不放弃 我们这样祈祷 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